- 給知物學本人看有人買他的全套贈品套件 - 哇他好喜歡知物學 - 他只要出我們就買 嗨歡迎回到MRG99 今天我們來到利寶 可是我覺得和往常的利寶不同 - 今天我們把這台車帶來了 - 但是今天下賽道並不是這一台 - 對 - 我們今天的主軸呢 - 是要告訴大家 - 誒我們的外觀終於搞好啦 - 對 - 然後今天 - 誒剛好有消息說 - 知物學就是我們看到的Oridox - 知物學本人要來 - 對沒錯 - 然後阿俊呢 - 還好他有先考好了 - 對 - 真的是不然那個 - 真的要裝的時候完全來不及 - 對沒錯 - 阿俊前面幾天拼命的弄這台車 - 對 - 好不容易才把這台車這樣裝一裝整個弄好 - 這一次給知物學本人看一下 - 誒那在台灣有人買他的全套正品套件 - 然後還改成這樣子 - 然後包含他的一些周邊的商品啊 - 盡量買好買滿 - 對對對對 - 阿俊上次去Youtto Salon跟神經病一樣 - 花了好幾萬塊 - 然後買了一堆那個 - 帶紙貼紙那種 - 不過今天還是很感謝G-MOTOR的E-E-TRACK DAY - 如果沒有他們邀請知物學 - 還有香港的車手來的話 - 其實很難有這個機會 - 真的很難啦 - 對 - 真的很難啦 - 拜託 - 知物學算是在日本很有名的車手兼設計師 - 所以要勤動他 - 我覺得不是很容易 - 沒有 - 因為他也算是 - 我覺得日本的傳奇了啦 - 對啊 - 早期的日本D1它也有在甩 - 早期的日本JGDC的比賽 - 它也有比很厲害全方位車手 - 帶大家看一下這一次 - 目前我們整套裝起來 - 裝起來REDOX的樣子就長這樣 - 而且我們那時候買的話是 - 所有的都是選到頂 - 因為像引擎蓋它就有分全碳的 - 和波纖碳的 - 我這一片就是完完全全碳的 - 背面打開來是大格數卡本 - 有有有 - 我們之前開箱的時候有講到 - 舉凡看得到的 - 能選到滿的 - 包含後葉子板什麼的 - 能選碳纖維的 - 都已經全選了 - 目前有一個殘念 - 我SSR的框 - 規格買錯了 - 有點太爆 - 居然還會有買錯尺寸的問題 - 對 - 所以就只好先放著 - 也是先買的框 - 後訂的包 - 欸我先訂的包 - 可是我是查國外規格 - 我就直接訂框了 - 結果國外那個規格 - 應該是崩胎崩很大 - 我覺得那個不是我要的 - 而且 - 哎呦 - 我沒想到顏色居然 - 會這麼好看 - 我以為會很老 - 你不要在那邊演喔 - 配你 - 不會 - 配我很老 - 欸可可我覺得 - 尾翼上上來超帥 - 就是整個尾翼加 - 那個前鋒刀下巴 - 然後還有那個側群那邊 - 然後還有前面的那個導流的 - 喔超帥 - 覺得騎士有稍微出來了 - 超帥 - 很兇欸 - 我覺得比之前金牛看起來 - 不知道胸都不知道多少倍 - 大家留言一下 - 有沒有 - 應該是比之前金牛好看很多 - 我覺得不能再叫它金牛了 - 現在講海公牛了 - 所以你為了呼應觀眾 - 我們就叫海公牛好了 - 啊沒辦法 - 因為我們最後投票出來就是這樣 - 改的海公牛 - 我們這一次呢 - 除了就是我們這一次看到這樣子大包 - 都已經安裝完成 - 設定完成了 - 對 - 我們目前呢 - 還有動力的部分 - 通常啦 - 通常你如果在Supra車上 - 看到這邊挖一個洞 - 基本上不要去惹它 - 好不好 - 也離它有多遠就有多遠 - 不然它自己會遠離你 - 對 - 那個距離問題 - 入學 - 他們今天有運車來 -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他們 - 日本的甩尾車手 - 甩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 然後我們準備去國中車業做我們的EP4 - 就是動力升級 - 基本上那一顆渦輪呢 - 假如說後續在台灣已經沒有對手了 - 因為單顆就是對應大概1400 - 可是實際輪上應該也是1200 - 反正1200的話那是沒有對手了 - 對 - 反正我不要坐 - 你不坐嗎 - 我不坐 - 還是我先在它送去改前我先倒賽油 - 然後再擬一次全馬裡 - 也是可以 - 但是我不要改完之後那個 - 我覺得這個渦輪上來應該是超級可怕 - 呃 - 欸那現在還有什麼東西沒用 - 其實沒有就是我要換機管 - 然後把渦輪放上去 - 然後電腦我要再換一支 - 因為我現在車上的Link - 是屬於之前的比較舊版 - 老的 - 還有我要把它換成新版的 - 幾乎 - 剛出了沒多久 - 我覺得從側面看 - 側裙的側蓋 - 加上前面的這些封刀 - 還有大拖棒啊 - 我覺得看起來有一點點 - 跑賽到日的那種 - 日本Time- Tank的感覺 - 對 - 我覺得它整個套件上上來之後 - 它包含後面的寬體也不會太誇張 - 然後再加上那個尾翼的寬度 - 我覺得整個弄起來 - 真的很帥 - 然後我們上的這支尾翼啊 - 當初就是我們介紹給大家的 - APR的GTC500的尾翼 - 這支尾翼的硬面寬度有180公分 - 走三場啊 碰不到另外一邊啊 - 欸真的欸 - 對啊 - 幹這個屁股 -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舒嬅這車 - 我每次看我都覺得幹超帥 - 真是油箱蓋 - 啊因為它做這個倒角 - 是因為這樣才有辦法打開來 - 對如果你是全屏的根本就轉不開來 - 整套上上來真的超帥 - 就是整個味道我覺得算是有了啦 - 我其實我現在沒有喜歡露那麼多carbon - 所以我就把外表都烤掉了 - 對啊看得出來 - 因為它們這邊都是碳的啦 - 基本上幾乎都是碳的 - 可是就是阿俊的個性現在也沒以前那麼條了 - 所以它的黑牛到時候也會做一點改變 - 對我會把很多都把它弄掉 - 然後寬體的部隊把它打掉變回宅體 - 變回比較接近比賽車的狀態 - 沒錯沒錯沒錯 - 然後這台就變成日常代步 - 可是這台真的可以代步啊 - 我不知道 - 是真的可以啊 - 有冷氣破千P - 賽車也不會壓溫多 - 那有什麼問題 - 不是 - 破千P是什麼啊 - 代步的需求 - 反正逼死人啊 - 有人都會說什麼 - 那個大動力沒辦法代步 - 沒辦法什麼的 - 他們可能不知道我這個離合器 - 甚至比他們都好慘 - 而且其實我覺得 - 因為只要沒車的時候 - 你要開你就要吹你就隨便吹 - 可是你真的有車的時候 - 就算你是貨輪沒有全開 - 你碎順開幹那些都很好開 - 你開過啊 - 只是我少數開過 - 我覺得很扯很好開的時候 - 真的超誇張的 - 哇 今天我們現在看到啊 - 這一排真的是蠻厲害的 - 這個是765LT - 對 765 - 然後 - 喜拿 - 喜拿 - 然後GT3 - 然後992GT3 - 然後KMANGT4 -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這一排啊 - 他們在等會的時間到 - 要做驗車的動作 - 等會我們也會先做報道的手續 - 這怎麼驗得過啊 - 都不可能驗得過啊 - 我們還是機電符合噪音範圍內 - 你知道你袋數多少嗎 - 我不知道 - 你袋數就100 - 袋數就100了 - 對 袋數就100了 - 那我怎麼驗 - 袋數就100了 - 你根本不用踩 - 你稍微踩一下就爆掉了 - 你剛剛在袋數的時候 - 就是你準備啊 - 你還在袋數的時候 - 你袋數就100了 - 那個人站在後面 - 機能後方 - 然後我在旁邊 - 我就想說 - 機能不意外啊 - 不對 - 因為我們不是安靜型的 - 可是我們是要訓導大家 - 其實來參加賽道日這種東西 - 你的噪音一定要符合規範內 - 要不然你是不能下場的 - 像我剛剛這個就是屬於 - 賽道錯誤示範 - 下不了場的那種 - 他們有選擇啦 - 對 - 但是因為我管已經算 - 我覺得已經是 - 算安靜了 - 以我們那一拳來講算安靜了 - 這個以我的車來 - 直接炸了 - 快過來就超過103 - 光代數就超過103 - 欸 那個 - 這樣我要踩嗎 - 這樣 - 先生你可以去旁邊的 - 你這個已經沒救了 - 哈哈 - 你知道之前GTR的那個 - 有一個車距 - 來了不知道40、50台喔 - 對啊 - 有一半以上都沒過 - 如果你們有次要賽道日 - 你最好先檢查一下 - 你的開信管有沒有辦法過 - 不要白跑一趟 - 對 - 而且也會浪費錢啦 - 因為這個 - 你沒過 - 其實任何一個主辦方都不會做退錢的動作 - 對 - 我們今天來不是要過 - 我們再討一個沒過 - 那該怎麼就不可能啊 - 對 這不會過的 - 對 - 只要我們就等後面 - 我覺得那個 - 摩托輪那些東西全部用一用 - 再炸根打成 - 喔 這炸給它爛 - 我到時候是打算排龜 - 直接從頭到尾拉紙通 - 就是貼管的 - 喔喔喔喔 我知道 - 那個代數110 - 應該很有可能 - 如果想看玉古的到底炸起來有幾分倍呢 - 今年SGT5就可以看到了 - 對對對 - 而且我這次去我應該是超大勝 - 我這炸給它爛 - 對 我已經幫你報名好了 - 我先空彩空彩空彩 - 我後面再來一個原地震 - 對 然後再燒它一下好了 - 不行啦 - 下面是地毯 - 下面應該是地毯 - 奇怪什麼 - 所有攤位的車子 - 全部都被拉到一個地方 - 然後很多觀眾站的地方 - 你就會看到觀眾像那個骨骸一樣 - 全部倒掉 - 爆摔 - 還好車越燒越高 - 嗯 - 越燒越高 - 那個地毯都被我穿進來 - 好 那我們來看看接下來的他們一些 - 活動 - 行前的會賽道的安全解說 - 那個還是要大概知道一下 - 對對對 - 我們來看看E-Track Day - 這次他們除了找知物學 - 還有香港的那位車手來 - 他們還帶了香港的什麼比賽車來 - 我們來聽看 - 哇 - 它又是一個 - 現在這樣子的案例越來越多了 - 這種易改的案例越來越多了 - 沒錯 - 像我們這次去D1的時候 - 也有看到有人把2JD放在 - A90速化的影迷 - 對 然後包含國外也有 - 現在越來越多這種案例了 - 而且蠻乾淨的 - 我們來帶到後面看一看 - 它那個有點立場 - 它就想去後面看 - 我們會有機會看到這台A90 - 和後面的A80速化這兩台車 - 在E-Track Day裡面 - 做一些甩尾表演的活動 - 然後是由賽車手他們去做表演 - 超爆欸 - 可是它這個爆是大角度的關係 - 我知道因為它就是 - 就是像那個Api他們也會改用大角度套件 - 對對對對 - 可是 - 欸我相信紀錄學的專業度是 - 完全不需要懷疑的 - 沒錯 - 這種標準甩尾車就是 - 一定是水箱厚魚 - 然後防爆油桶 - 還有一個負油桶 - 它防爆油桶的部分是用ATL的防爆油桶 - 他們這兩台車啊 - 變速箱都是Sansonas的變速箱 - 去夜市 - 凈膨 - 然後底盤都是YS5 - 也是甩尾的愛好的大角度的套件 - 它這套也是知乎學的 - 對也是知乎學的 - 一模一樣 - 可能是比賽車吧 - 就是相對看起來就沒有那台那麼精緻 - 對 我不知道欸 - 看到80書款叫我把它弄成這樣 - 我就好像弄不太下去了 - 就是說拿去比這種 - 開這種賽車 - 欸那很正常 - 這個就像我不會把我GTR開去比這種 - 爬三賽 - 對啊 - 因為你就知道說 - 這樣子的比賽 - 它就是會刻刻碰碰 - 啊你就會捨不得了啦 - 對 - 如果今天是我還有一台 - 專門用來跑這個的 - 對 - 還是不是 - 輪級調例 - 其實是三位 - 對 - 好 - 我也知道 - 真是 - 孙 - 正常 - 我也知道 i know you 我們現在到了今天的重頭戲之一 就是運來的兩台甩尾車 一台A90 一台A80 Super 他們要做甩尾表演 當然知物學會下場 我們來看一下精彩畫面 在這裡 雞賢 雞賢 我怕你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我们刚看完了香港的摔尾车手加上知误学的摔尾 虽然在力宝的直线 这种画面其实是在力宝上是比较难看到的 我觉得真的还是很开心 一一TRACK DAY 带给我们这种又找了车手又找运了车进来 诸多加总下来我觉得超棒的 是一个蛮开心的体验 我们现在很荣幸 请到知误学先生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因为我们归日轮 所以我们请Wonder channel的小丹 来帮我们做翻译 这个诶 他好喜欢知误学 他从我们今年的Auto salon 然后他就买了一大堆东西 然后就是要支持他 然后从最一开始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这个品牌 是从看到别人的外观 对,防茂品 然后他就决定 他觉得非常好看 他就开始研究这个品牌 开始了解知误学先生 然后真正喜欢上这个品牌 决定买了一整套的大包 我们店里也不只一套 对,好几套 所以都是剩的 彼此想要赶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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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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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忧 一忧 很感谢你们 对于这次来台湾 参加这样子的活动 认为台湾的赛道 是好攻略的吗 会不会有兴趣在台湾 做一个单圈 把自己的车子 或是什么东西 带过来做一个单圈 今天呢 很开心 很开心 很多车子的车子 但是非常技巧 他就是说他来到台湾 来跑这个E-Check-Down 他非常的震惊 原来台湾有这样子的玩车文化 整体驾驶起来 就是现在天气也很好 然后也有可能看到 跟日本不一样的玩车文化 然后昨天他也试了非常多的车 那实际驾驶的立跑赛场下来的心得 就是连续玩很多 所以其实跑起来 那个节奏感非常的热行 怕他不够不够过瘾 日本都是很大赛道 对 台湾的相对比较小一点 对 你懂日本的Course呢 10B66 确实是日本是高速度 但是这个车子就丁度好 也不够 他就是说虽然说日本的赛道都比较大 但是实际下赛道的时候 就虽然立保的大资金也很长 那其实你这个真正在刹车的时候 那个居职 其实也是可以享受到驾驶的乐趣 职业车手啊 对 那这个车子有多少公斤 3.5公斤 就是确定一下长度 3.5公斤 距离长 对 对 很有趣的就是 因为职业车手会看成绩嘛 嗯 那立保赛车场因为它的总长是3.5公里 对 所以整体跑下来的感觉 就是因为长度偏长 那整体做下来成绩 差不多就是落在2分头 那如果你可以进到2分内的话 其实就是算一般车来讲 比方说GR86的话就算快的车手 然后如果是说像保持GT3的话 大概1分54秒左右 就算是快的车手 那很有趣的点就是这个时间的概念 跟日本的富士赛车场的成绩差不多 区段是差不多 也就是说在富士赛车场 你有办法刷2分内 那你也就是很快的车手 那GT3等级 如果你有办法刷到1分54秒 那你也算是很快的车手 就这一点很有趣 就是刚好它跑起来的感觉 就这种成绩的逻辑跟富士赛车场也有点像 欸其实我觉得很厉害 因为其实它才跑了一天左右 它就对这个赛道的大概时间段跟开法 还有一些我觉得都很熟悉 你这次真的是很厉害的车手车 一天很少时间的时间 对 那是很容易的 它说就是因为这个赛车场的设计 很好去抓到驾驶的节奏 所以它就上手得很快 哦 天愤天愤天愤 我作为它附驾 我真的是 我眼眉快流出来 真的太强了 那就是这种素晴的行程 它说如果说有这么棒的赛车场的话 台湾希望可以多几个 这样应该会很有趣 台湾的玩车是不太容易 因为台湾的政府 台湾的政府 台湾的说法是挺难的 但是 双温等等 但是 那 那像它明年 奥特沙隆会去展吗 那 来年奥特沙隆会去展吗 那来年奥特沙隆会去展开 来年奥特沙隆会去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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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出开 它自己的Supra 会在奥特沙隆会去展开 这次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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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现在就是 这个 卡本引擎盖有改版 变成是干式卡本的 诶 那我这块是吗 这是新型的 或者是古型的 这是古型的 这是古型的 它说这个是旧的 它说巴里斯是全卡本 所以它会比较高 那它新开发的会比较高 那它新开发的会比较高 那它是低的 那 它说新版的是 就是不是巴里斯 就是像原厂一样什么都没有 但是很低 就像台康那样的形状是很低的 然后没有开动的 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 就是会很低 就是很低的 就是很低的Style 这样 它说你可以来看 它说它引擎室也弄得更漂亮 它说它引擎室也弄得更漂亮 本来很漂亮 它说它原本就是差不多是原厂 它说它原本就是差不多是原厂 而不是今天奥特沙隆 就会再让它更漂亮一点 更景品一点 它就说就是因为Supra 就是现在比较人气 想说藉由这个机会 让它可以进化的一个感觉 就给大家一个新的品牌 那可以帮我们跟他说 不用担心 他可以一直出 他只要出我们就买 对 遠慮なく 新作品をどんどん出して かまわないから 他会全て買いなくて 絶対買いなくて 絶対買いなくて 本ネット ぜひ見てもらいい 他说 盛り上げて穴を開けたりとか するのは 作るの簡単 これを低くするって めちゃくちゃ難 就是像这样子有凹槽 挖洞 其實是以引擎盖而言很好做 可是如果是要一抵 然後要压横扁 其實那是一個很難做的引擎 所以他才刻意要做 這樣子的引擎盖 其實那引擎盖 是更不好做的 就是開發難度是更高的 あと今それを作ってるところが 昔のGT500の レンシンカーのスープラのボディを 作っているところにお願いしてるから 本物ですよ 本物 他說 新開發的那個引擎盖 是以前500GT 在做500GT FRP カーボン的工廠 他請那個500GT 比賽車的工廠去做的 正カーボン引擎盖 所以那個引擎盖是比賽等級的 就不是一般賣東西的引擎盖 あと 新的NARDIの2024バード 2024バード ステアリング 然後他說 就是 智乎學先生 他自己的全新的方向盤也 在製作中 オートサロン也會出嗎 オートサロンも オートサロン 直接去買就好 直接買就好 所以現場是可以買的 あの 鍵盤は買いますか 鍵盤 オートサロン はい 多分 買 然後他說 可以自由 哦 他是瘋狂粉絲 他說crazy のパカ 對 台湾 このスープラは どういうルートで 買ったクラマナの台湾 這個是只有 會進口 台湾沒有賣買 他是美國 美國です そうアメリカから 輸入しか 買いないのクラマです ね ね めちゃかし はい このシート すごいね このシートレール 他說這個椅子很厲害 這個腳架 是我自己在台灣 請他用話題設計 これは あの 不是那一家公司 ロールは ケージは ワンメイク すごい かっこいい いいです 英国ティレ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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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ティレンで そういうシートのメーカー 初めて見た 初めて見た 座っても構わない 初めて見た 質問 マレーコメージ 臭 dost 心臟不行了 エーザー マレーコメージ これが风 ng FE AMレーコメージ また クラジーも 加盛して ね 軟 表現很好彩 這台車未來會做到 台灣最大馬力的SUPRA 目前也是一千坪的 現在這個SUPRA是一千馬力機 一千馬力機 現在 未來會做到一千四 未來這個SUPRA是台灣最速的SUPRA 現在最速的 現在的project是一千四百馬力機 使用 對 那他們的GTR跟同樣 他說這樣就跟你的GTR差不多了 對 那車輛掉了就飛掉了 他說你這樣車會直接飛走 好 雖然雖然雖然是有年代的車 可是感覺就是 非常精緻 他說 就是這個整體的駕駛座位 整體的感覺 氛圍 雖然他是有年代的車 可是感覺就是 還是很好 非常精緻 讓他覺得就是非常的完整 不像是 哇 武漢啦 武漢了 還有全名 還有全名 這椅子也非常好 這椅子也非常好 鋼性也很好 這也是加工 對 對 這張門是三公斤而已 這張門只有三公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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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門是哪邊坐的 我們台灣坐的 台灣製的 台灣製的 後頭 這個 對 這張門全部都加工 這張門也是台灣 對 這張門也是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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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門是軟的 這張門也會拆掉 這張門也是 這張門也是 這張門也是古典型的 所以全部 這張門也是古典型的 所以他想要做這些地方 對 對 這張門也是 對 對 他說他現在這邊 也是在整理中 他剛剛都很漂亮 喔 欸 線馬力 線馬力 啊 因為我剛剛好騎完 所以不能很多 來不及騎 還來不及整理 為了要讓他看這台車 所以才趕出來 對 時間也不足夠 直接在現場 所以 這張門也是 所以 沒有時間 所以 沒錯 歐利豆桑也有 是不是 可能 歐利豆桑的 我看的光臨 80Supra 看了 很漂亮 他說 也許你看了之後 歐利豆桑的車 就是 他會整理得非常漂亮 你都會完蛋 那你期待 我跟你講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024 歐利豆桑 我們會去 飛去給大家新的 對 阿俊會直接住在那個攤位 那至於其他攤位 你們就跟我去吧 對 差不多是這個狀態 阿俊今天一日小分之 我覺得今天讓知識學生看這台車 我覺得 哇那個 哇 這個本來只是想說 哇過來看有沒有機會 派個照簽個名 對 太扯了 這感覺太扯了 你很重要這台車 他說就是希望你們好好保存它 好好保護它 對他說這個車就是他看的很該準 顏色也是很大人的顏色 很喜歡 他說顏色也是非常成熟的顏色 所以他看的很喜歡 沉穩的顏色 哇 這個最一開始 最一開始 大家討論的最久 最兩極的 評價的顏色 被誇獎了 哇 再次很感謝 知識學先生讓我們採訪 我們今天真的超級不敵感情 對他死了武漢 他死了武漢 對 然後 織田さん的事 非常感謝 訪問 我們要做撮影 然後 織田さん非常喜歡 新店也買不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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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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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扯太扯 哇 今天要阿俊幹嘛都可以了 今天這樣就不枉費我們起了個大早 哇好搭哦 好帥哦 哇這個 哇 今天好開心 哇阿俊 我覺得比Auto Salon還爽多了 Auto Salon那個時候還有一堆廠商要等著排隊 要幹嘛 這個要那個 那個要怎麼樣 那個 哦 這邊塞塞那邊等等 哇 現在不一樣 我們剛剛就差沒有把它帶回家了 對對對 對你來說今天應該就是一個 我覺得里程碑 而且 他不只誇獎你的車子的改法 包含你的內裝 你的整個駕駛室的配置 包含顏色 嗯 然後跟品味 都得到 知物學的認可 頭皮巴馬 你知道啊 他上車坐 欸他是一直要上去坐的那個感覺 他說這個很棒 然後拍拍完然後又走了 我想這什麼沒拍回來又回馬槍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簡直 對我們來說簡直是太 就是我要的了 就一直急著要上車啊 想要拍要幹嘛 我覺得這個東西對玩車的人來說 你能夠跟這個品牌的主理人 對 去聊到他未來設計的產品 對 跟他的設計概念 沒錯 理念 沒錯 包含他來欣賞你改的這台車 的這個樣子或什麼 我覺得唯一比較可惜的就是 我們的框跟動力的配置 沒辦法 到最終啦 對來不及把它打造得非常漂亮 對 不過我相信 這段時間可能在我們去 明年的Auto Salon開始之前 對 我們把它配置好 那我們有跟 知物學先生約在Auto Salon間 到時候整個弄好之後 我們再拍一組照片 然後給他看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就是要繼續把 就是沒有完成的部分完成 沒錯 改車真的耶 譬如說 讓我喜愛的品牌 的主理人 然後這麼認可 我真的內心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反正就是爽 這個真的太扯 其實我真的沒想到 會到這個地步 簡直是超越你所有 想過能夠接近到 最接近的互動 已經超過了 對對對 這台車 這台車 我覺得能這樣被認可 真的太 真的很爽 對 你真的不枉費 沒有睡覺 然後拼命的提醒我 跟阿俊不要遲到 然後 你們遲到我就 對 跑來跑去 那我覺得那個 整個感受上 完全不同 因為今天不是說 一個外國人 或是一個 單純的一個 車手 或是什麼 今天對我們來說 對阿俊來說 他是一個他 非常喜歡的人 包含就是他的設計 然後他的 他的整個 譬如說他的風格 他的玩車生活的Style 對對對 都是我喜歡向往 對對對 覺得今天就是 太值了 那這邊還是真的很感謝 E-E-Track Day 把 知物學邀請來 讓我才會有這個機會 在台灣 讓他看到我的車 真的 然後 真的也很感謝 WONDA Channel的小湯 喔真的 他要讓我們無障礙溝通 對 真的無障礙溝通 這一點很爽耶 無障礙溝通 這簡直太難了 你看像我們去AUTO SALON的時候 我們頂多就是 拿拿照片 me i love you 大概是這個程度 對對對 畢竟 手牌之城只會手牌 日文也是普普通通 你不是精通多國語言嗎 我只會點髒話 哇 今天精彩的 E-E-Track Day結束了 這個E-Track Day的活動啊 真的我覺得很大的工程 真的是 他們的主理人 周伯雄 周哥 他辦得這麼棒的賽道日活動 真的 因為 我覺得大家對賽道的印象 就是 貴 有錢 真的 其實台灣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是 有車 但是不見得 躺來跑 然後或是說 覺得這東西太貴啊 或是 想像中的那樣子 可是其實不見得 因為 像他們賽道這樣子 辦得這麼 這麼多人在玩 然後越來越 越來越多人 透過這就是 辦的這些賽道日 可以參加這個活動 不會讓大家感覺 賽道 門檻很高 對 包含 其實今天有來 也有一些 老Lexus 老B&W 都有 老136 算 而且 看起來是比較老車 可是他們今天 其實都表現得很好耶 對啊 其實你不像 直線 像這一類的賽車 它也有它 發光的地方 因為 像GD GD上RS這種車 它就直線根本就超慢啊 可是它就是那種 在山路上 或是在賽道上 就是一個 很好磨練自己 而且是 其他車可能沒辦法 觸及到的那個領域 但我覺得像這樣子的 賽道日是 非常有助於台灣在 接觸這一類車 雖然我覺得 你知道 政府一直弄一些什麼區間啊 幹嘛 但是賽道沒有那種問題 我覺得賽道日這種東西啊 是可以 更加認知你的愛車 的 現階段的線在哪 包含你 又調整了什麼 欸 開起來感受又不同 差異喔 對 你才可以真的去Push 去比較差異 欸 你才知道你要的是什麼 對 沒錯 也因為這樣呢 我們不是光說不練 我們這一次 雖然那個 分貝直接爆掉了 可是我們 下一次 準備好EVO的時候 也一樣 會在這個場地 大浦灣 或是 那樣的地方 我們一定也會 讓大家知道 我們整個過程 感謝周國雄 周哥 一直長期的在 推廣這樣子的活動 我覺得這個 他是台灣賽車圈 非常重大的一個工程 沒錯 對 那我們也希望台灣 就是 賽道的文化 包含山路 包含直線 各大賽事 都可以 越來越好 真的是期許 台灣的各種玩車文化 都越來越棒 對 這是我們希望的 好啊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 有什麼想問的問題啊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最值得就是我們阿俊了 長翻了啦 這一集就在這邊嗎 好 那喜歡再幫我們訂閱 按讚加分享哦 謝謝大家 拜拜 嗨 歡迎回到 今天我們在大橋遊艇 改裝方式跟汽車幾乎是一模一樣